NFO-2018选秀总评4分位大年的选前分析 2018年被称为4分位大年,而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在今年选秀中值得前二轮的4分位有多达9位。而许多队伍也打算在今年找寻他们下个朝代的领导人物。 以下是我对于这九位的实力排名与介绍。 1.贝克。梅伊菲尔德贝克尔梅夫D183厘米98千克4秒85FBS分区贝克-12连回奥克拉荷马大学。 2017年的新科海斯曼奖得主,有些网友叫他五月底。 传球出手速度快过绝大胆并具有侵略攻击性。 传球方式类似威尔逊以及牛顿,都是偏向高转速的快球,看他的传球对我而言是一种享受。 跑动能力方面,无论口袋内或口袋外的移动速度跟敏捷性都非常高。 各方面能力而言他绝对指的是今年最高顺位的四分位,但由于他的身高偏矮,以及一些场外问题,可能会让他的选秀顺位往后。 他在场外有过一些脱续行为,被人认为会成为第两个曼泽尔。 在2017年年初时,因为酗酒在公共场合时控咆哮甚至脱衣殴警而被逮捕,并被发了社区服务。 另外,他在2017年年底时,曾在一场比赛中的一次自行冲球打阵后,在场边做出抓下体的动作却挑衅对手。 2. 乔许。 罗森局是罗森193厘米99千克4秒85FBS分区派-1-2连回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虽然他的长相会让我一直想到料理数王中的小林以及芝麻街梅雨中的恩妮,但他可是今年状元热门人选之一。 拉回正题,出生于运动家庭的他,他的父亲是美国著名的冰球选手,而母亲则是区棍球选手。 他小时候最擅长的运动是网球,在12岁时,他拿到了加州地区童年龄组的第一名。 直到国小生活中的那个暑假,他接触到了美式足球,他才开始爱上美式足球。 大部分时间看起来,球技竞算中上的他,却能在关键时刻打出比克勒。 在高压或者是口袋被冲破的情况下,他依然有稳定的发挥,证明了他是个大心脏的球员。 在2017赛季中,再多次的关键三档转换,四档强打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而他最厉害的在于能在严密的防守中找到狭小的传球路径,这也是他在2017年度看好度大幅被提高的原因。 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他在第一个先发赛季中传出了很多原本可以避免的抄劫。 3. 山姆 唐诺德桑达诺的191厘米100千克4秒86ABS分区派-12连会南加州大学。 今年的状怨热门之一,有助强劲的重炮手臂一级良好的身体抗性,在三档短马术时可自行冲刺完成转换。 仅仅仅先发二年的他,成长的速度十分惊人,在身旁雾气并不特别强大的强狂下仍带领住男家大打出不错的成绩,更在先发的第一年就带领球队拿下玫瑰杯。 高中时期同时打篮球与足球的他,曾经在篮球二度拿下南海岸联盟SCL的MVP。 而他的优秀篮球经历,使得原本打外接手和安全位的他敢于转换打四分位。 而由于高中时期大多不是打四分位的他,刚进南加大时,球队教练原本希望他去打线位,而唐诺德予以拒绝,所以他在2015赛季并不在球队的大名单上。 大二成为替补四分位的他,在原先发四分位开季一胜二败后,总教练尝试让唐诺德上场,而他也用球技证明了自己。 在今年选秀训练营表现出色的他应该会是今年前三顺位的四分位。 而我个人对于他在大场面的抗压性还是有所存疑的,他今年若是被选到竞争激烈的分区,很可能会往不好的方向发展。 4. 凯尔·洛雷塔·凯尔洛拉特191米101千克4秒81FCS分区口联会里奇蒙大学。 今年度最被低估的四分位,也是这九位中唯一在FCS分区的四分位。 近几个月,由于爱国者主教练比利奇克表示对于他非常有兴趣,由于爱国者上一个ZFCS分区选来的替补四分位加洛波洛举米格拉波罗表现地相当良好,而使得洛雷塔开始受到各方的关注。 冷静、深吻、深吻、同时有助强劲的比利也是各被各类的制造者,有助非常好的战术阅读以及路径判断能力。 口袋外的移动能力也还不错。 随时的冷静以及从容让人联想到联盟中的明星四分位罗杰斯。 对了,我还是要强调他的读音是洛雷塔没有错,不是洛丽塔的洛丽特厄。 XD。 5. 乔许。 亚伦局有筛了196厘米109千克4秒76ABS分区西山连会怀俄明大学。 今年壮院的热门人选之一,加上他今年在训练营的出色表现被认为是下一个瘟姿。 后世的身材,重炮的比利感觉就是为四分位而生的身材。 但是他在高中期间打的却是篮球与棒球校队,他在高中时甚至能够投出10速90英里的快速球。 而后他却也没有因为这两项运动进入科第一在任何一间学校。 升大学的时候,他进入了一所叫做里德利学院的小学校,而那所学校的足球校队助理教练在同一年和他的表哥结婚。 而他的这位表嫂在一次练习美式足球中看到了他传出了一记不可思议的长传。 他的表嫂便相信他绝对是个达美式足球的料,便推荐他去打校队。 后来他当了里德利学院足球校队的替补四分位,并且很快成为了球队先发。 在大一下学期,他长到了196公分95公斤,他的教练认为他应该去更高级别的学校打球,便将他的比赛影片寄去了许多第一的学校。 原先以为会收到了大量的邮件邀请,但却只有东密西根大学和怀俄明大学向他提供了奖学金。 后来他选择到怀俄明大学,他到怀俄明大学没多久就直接担任了球队的先发四分位。 但他在这里的第一个赛季,仅仅传了四次传球,他的手骨就被撞断了,所以他的2015赛季是被挂红衫。 他在怀俄明大学的第二年表现得相当不错。 但由于2017年的数据表现不佳,加上当年友商,他一度犹豫是否在多留一年参加2019年的选秀,但可能是担心明年被懒队选走,最后还是投身了今年的选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